下一题 你们购物会不会为了减免 凑满一些优惠 去点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一会二不会 三二一 我弃票 这是什么 因为我从来不会网购 二多了 二多了 不是网购 你在商场里头的话 那说法 那如果你在商场里 那他刚才绝对说的是网购 现在商场里也算 那也二十多 那也二十多 二十五个 商场里怎么说 就是说商场说 现在你要买两件 就给你反三百块钱 然后你可以再买另外的东西 但是那另外东西你并不需要 不买白不买 本来想买一件 你就买了两件 然后要了那价值三百块钱的东西 会占这便宜的话 就举一 对 不占这便宜就举 就举 我不占这便宜 宝购是一定要女孩嘛 我可太爱买了 我前两天才买完了之后发现 好像比之前还贵了点 对 一听说搭个什么 再听到钱 你觉得肯定赚了 搭个什么就八折 两个东西都八折 其实是陷阱还有 对 其实后来买回去 一算我好像贵了 但是女生看到这种都会忍不住 感觉很划算 就买的多钱的多 对 来下一题 如果朋友给你们推荐一首歌 然后你打开这首歌 你发现这个歌的前奏不是很好听 这个时候你会选择就不听了 还是会坚持把它听完 不听了就N1 坚持听完就选2 他知道吗 我听没听 朋友当面推荐给你 前提这朋友是作曲的 他写的 你说你听不听吗 前提是花花做了一首新歌在你面前 然后特别难听 我们忍不忍 好 准备 3 2 1 显得我真不是人 看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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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别带上我吗 由于说好像你们所有人这个2都是针对我的 看错了 看错了 你们所有人都会听完的 那当然了 我们很同场的 那你哪儿好意思不听完 不光听完 听完还得说真好听 对 如果杨迪这歌呢 我写了首歌让大家听 那肯定不听 来杨迪推荐 来 1 2 3 好 下一句别说了 还是听的了 我都不听 我都不听 这一趴我们也得加分了吧 这一趴不算 不算 杨迪都不算